刊登在美国驻华大使馆网站上的这份声明 首先表达了对709律师处境的担忧 并且肯定人权律师们是在中国的法律体制内 努力捍卫同胞的权利并推进法治 但却遭到中共打压 甚至许多人一直被囚禁至今 声明指出709大抓捕始于2015年 中国警方拘押提训了约300名人权律师 倡议人士和活动人士 许多人遭到了判刑监禁和撤销律师资格的打压 同样身为律师的利特琼表示 对中国人权律师的处境感同身受 并指出中共当局强迫他们认罪的做法是不可接受的 声明最后 美国大使馆表示 与人权团体和其他政府一道 再度呼吁中共当局立即释放709抓捕期间 被拘留的律师和他们的辩护团队 新唐人记者李子文 洛杉矩综合报导